嗨 凱文 又見到你了 一年見一次 這次回來是怎麼搞的 我就去歐洲 有個徒弟開第十間分館 第十間 嘩 厲害 我就跟他做了一個教堂 做了幾天去香港 這個徒弟跟了你多少年了 學到四年左右 三年多四年 但是他是特別勤力 一天練五六個小時 跟我之前 家裡已經練了 學到學生都走了 我都練了 幾年的時候 鎖了門 這是武師來的 本來是讀電機工程的 後來都沒有在這方面發展 即是覺得教授可以 教功夫是一個職業 他除了職業之外 應該是他的事業 他覺得 所以這次叫我師傅 幫你做教授 那些徒弟想見一下我 我答應 我去旅遊 去美洲 然後回來香港探望你 多謝 多謝 這次多謝你帶了你師母的衣服送給我 那說一點點 多謝 多謝 開問 你這次回答對了 我有些事想問你的 聽說你早前有些網民在電視那裡想問一些關於我們的東西 這次你回答對了 我們大家聊一下 是否問關於徐廣臨的功夫和師傅 兩位做的功夫有甚麼不同 好像是這樣 你師傅比我厲害 我們真的很用心去研究泳春 這一點是真的 我聽你說的 你師傅那種斷念方法和那種苦心 是值得人敬佩的 收到你一個這麼好的徒弟 真是多謝 多謝 恭喜 師傅對我這麼好 應該的 對的 現在都很少人這樣做的 一自己得就走出去 你跟誰的 例如我爸爸教的 那就說完了 有甚麼不同 不要說誰好打 我一定不夠你師傅打 我一定不夠你師傅打 因為我打得少 不過 我在練功夫的過程裏面 可能是大家有些不同的 是吧 我記得 你都知道 我先跟隨上天 再跟廣州那支水 也都有人問過我 兩者之間 廣州和香港有甚麼不同 其實香港是教功夫 國內岑林那支水 就是教方法 即是說 下手應該怎樣用 怎樣用 怎樣用得好 梁一還跟我的功夫 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 他打架的經驗多過我 是吧 我打架的經驗少 但是如果在兩者之間來講 我覺得就是 我師傅教的方法 是比較嚴謹些 還有執得很小的 你錯一點點 他都不給你過關的 所以我們在廣州 學神能的功夫 可能有很多人就說 學了很久 都還是教到小念頭 很難學 尋求的 其實就是 他執得很細 還有他這個細 他會分析得給你聽 很詳盡的 譬如 我們舉一個動作 一個難手 很多師傅呢 教你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難的 但是他教我們呢 不是這樣難的 我 這個要快 這個來到這裡呢 才是出這個難手 就不是在這裡就難 好了 那你會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裡一出的時候呢 你的動作 已經將你的手 那個能量 退銷了一半 但是如果你剛剛到位呢 你是能夠出50的就是50 100的就是100 他是這樣去分析 這個權利給我們聽 所以在權利上 我們教徒底呢 是比較方便了很多的 不同的地方 我想是這樣而已 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 那就講一下我師傅的功夫吧 我師傅的梁一仲 我師傅呢 梁一仲呢 有兩個 跟他兩個師傅學 當年他開拳是跟 業民的徒弟徐上團的 都是我師傅啦 之後呢 就跟一位印尼馬橋 叫做陳明 我記得他跟我說 陳明 教了很多國際的技術 之後長時間去跟陳明學 我師傅教了功夫 其實功夫比較剛 我認為比較剛 練體能為主 練很多體能 都是三套拳 小令頭神條標 好像這樣 裝法 刀 拳 都是這樣 練很多單式訓練 師傅 單式訓練是很重要的 神能都是要練單式訓練的 單式訓練呢 他又會這樣說 在三套拳裏面 你找出你自己認為 玩得好的 還有有心得的 你練好一點 其實功夫 不是很多 就是很厲害的 你玩熟的幾下手 已經可以出來保護自己了 我師傅這樣說 我補充一下單式訓練 師傅 一個單式訓練 就要練很多下 他又不太喜歡打空拳 喜歡有一些拔 給你打十拔 他經常覺得 你練得多好 你的拳不夠重 都是沒有用的 對的 所以 梁一仲師傅 給他練了十拔 還有一個訓練 可能是活靶的打 就是追著靶去打 有一點像擂台 西拳 追著靶去打 將來你 打得好 打得好 對方會走 不會站在那裡讓你打 所以 師傅的功夫比較光一點 徐師伯克 比較柔軟 那郭又千秋 郭又千秋 其實就是 我師傅說 詠春也是女人拳 也都是內家拳 所以他要玩比較柔 但是 有很多人呢 就很有趣的 柔怎麼打人 其實不是柔要去打人 而是我們把我們的關節 面鬆了之後 怎樣再用一種方法 去將他玩一個 競同力的分別 其實內家拳和外家拳 就是勁力的分別 這個當然有一個方法 這個師傅 我們師傅是講得很詳細的 還有是很強調的 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我記得 我初初學廣州詠春的時候 我問過我師傅一句說話 說 詠春可不可以上擂台打呢 這種功夫 那我師傅說 詠春不是在擂台打的功夫 他是救命功夫 我怎麼救命啊師傅 他說你想想 玩詠春的人 多數都是文藥書生 在寫字樓打工的人 他會不會練那麼多體能呢 他不會 他玩好這套拳之後 突然間有一個突發的事 他就用他的本能 去救回自己 他有這樣的功夫 但是如果你玩得好的話 詠春是一門很好的功夫來的 所以這幾十年來 我一直都在練詠春 尤其是我現在開始 是已經用過老練了 不是用對手練 軟啊硬啊那些 我師傅就教我們 就算練套路 那套路裡面 最後一下子出拳 那一下子都要有勁 就不像現在看到 在市面上睡著了 絕對不是這樣 功夫始終是功夫 不是跳舞 所以每一下子 這些手 這些手可以是軟的 但是這些就要實了 所以我認為很合理 這是非常合理的 很簡單 我們就講你正說這隻手 為什麼圈的時候要放鬆 發的時候要發勁 其實這隻手就說 將人的手帶歪了的時候 如果你用很重的手一帶 人家就會留著手來打你 但是你將他一奈 一奈開的時候 那一剎那呢 他在你沒有那麼感覺上 有危機的時候 他就會將神經鬆弛了 一發筒一落打下去的時候 那這些手帶就重了 所以其實就是 一個輕一個重的那個對比來的 就是這樣的 詠春這個權利 兩位師傅都是 我認為詠春界很好的師傅 我師傅走了在180 如果這位網友的有興趣想學詠春的 除了說林思伯 在香港還有教的 我很少的 可以 現在教幾個女生 男生很辛苦的學得 因為他太多事情想 甚至有了家庭的時候 他會說 我老婆不讓我回去練的 來了就算了 所以我也是覺得教幾個女生 比較方便些 我現在都有教幾個徒弟的 那女網友有興趣可以找你 不是的 聊聊聊天 大家聊聊聊 好 我們已經講了這麼多了 是的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